明天上班穿什么呢 刚入职场 我要怎么穿才能摆脱学生气呢 职场打拼多年 穿来穿去的职业装就那几件 能不能换点心意 同时又能体现我的专业 本期邀请到了职场丽人蓝蓝 让我们和他一起向美元天团学习 超实用的职场丽人小心机 在职场中闪闪发光吧 大家好 我叫蓝蓝 我从事的工作呢 会经常见客户啊 演讲啊 参加会议之类的 虽然说工作能力得到大家的认可吧 但是因为平时不太会穿衣打扮 会被大家打趣之类的 所以详情老师能够帮帮我 掌知识学院美颜系 可有美妆风向师 文三 美如小教主 奇希卡 穿搭闺蜜桃 罗美丽 组成超美丽 造星导师天团 成熟魅力改造魔法 他们就是你 超贴心的魅力守护者 也是无所不能的美颜魔法师 凭借业界多年丰富经验 带你成就生活中的美颜梦想 你的美好 我们打造 本期有美颜天团的罗美丽老师 来为大家实现梦想 让我们有请穿搭闺蜜桃 罗美丽老师 哈喽 莱莱你好 我们整体的这个着装 都是满满的职场感 但是这个就是对我来说 可能没什么突破 因为就我的着装而言 西裤什么的 就是一直这样 就是经常就会被同事嘲笑说 你是不是就这两件衣服 但是我就想突破一下自己 对 就平时太在框框里 不敢说去搭配 跳出框框来 对 我相信这样的问题 可能屏幕前的各位也有过 对不对 就是在职场当中 我们就会常规的 以白衬衫再加黑袭裤 这样的一个搭配 这确实也是我们 传统意义上的正装感 但是我们的职场当中 其实还可以有很多 不同花样的一个搭配 同样是保有了 我们的一个专业度 但同时也不失个性 那今天就让美丽老师 跟大家一一来进行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来进行排雷 首先这三个风格 在职场当中 我们是不太适宜去触碰的 如果说今天呢 你要参加公司的一个会议 你穿着这样的衣生打扮去的话 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太可爱了 对 会有一点年轻感 太凸显了 太可爱的一个简灵感 所以说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第一个雷区呢 就是不要打扮得过于可爱 因为这样的简灵感呢 也会削弱了你的专业度 那同时呢 也会给人一种不太靠谱的感觉 不利于树立你的一个专业形象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套的装扮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上班是穿这样的一套穿着回去的话 又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会有点太性感了 对 你看还小V领 而且呢还大落背 对不对 所以呢 也会给人一种轻浮的花瓶感 那同样也是不利于我们去创造一种专业性的 所以第二个不适宜在我们上班 或者是在职场当中的着装 就是过于性感 这一个风格这一类的衣服 那再来我们看看第三种风格是什么 好那第三套呢 就是咱们一个斑马纹 再加一个破洞裤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您觉得呢 老师这个我在生活中是倒是挺喜欢的 但是会不会有点太随性太个性的感觉 对特别的随性和个性 那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着装呢 也会给人一种缥缈不定的 对 你是一个非常讲究自己的个人意志啊 或者是太崇尚自由的一种感觉 那也是不利于我们的塑造专业感的 所以说第三种排列穿搭呢 就是过于个性的着装 那其实像蓝蓝这一身呢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是比较重规重矩的 而且呢也是比较普遍的穿搭 但其实只需要做小小的一些改动呢 就可以有一点点个性的突出 同时也保有我们的专业度 这边的话呢 我也顺道跟大家说一句啊 其实这个衣服啊 它是有能量的 就别人呢 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还摸不着你的工作能力 还有办事效率的时候 这个衣服里面就蕴含了你的学识 修养能力还有你的态度 所以你的衣服就会变成你的职场枪文砖 比如说同样都是白色的 我就换成了这样一件 带有褶皱感的衬衫 是不是呢 就还是保有了我们原本的一个专业性 但同样的也是有一些小差别的感觉在里面 嗯那除了褶皱型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设计感的边缘 像这样子的一个类型 你看它在我们的肩膀的位置呢 做了一个加宽啊 也是会给人一种比较硬挺硬朗的 而且干练的一个感觉 但它又不是一件特别普通的基础款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去进去搭配的 那除了有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两款衬衫类型呢 我们还可以穿 比如说是disco肩领啊 或者是档领啊 这样子一些设计的衬衫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那除了我们的上半身 我们下半身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变动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黑色的西裤 换成像这样子的 有设计感的西装面料的摆折裙 那同样呢 也是增加了我们女性的优雅体态 另外除了西装摆折裙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 像类似这样子的 绸缎面料的A字形的摆裙 长度呢是过西的 也会有一种端装感 绸缎面料呢 也会更能体现品质感和高级感 那除了我们上下半身分开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全身的连衣套裙 那比方说是咱们这一种的 衬衫裙 你看在这个衬衫裙上面呢 我们的两只手臂也是加有了一些小小的褶珠设计 那这也是花龙饼鸡鸡饼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也可以是这一种也是常见的款式了 西装连衣裙 但是它有一点点不同的设计感 是在腰身的位置 它做了一个收腰设计 可以更加突出我们女性的优雅曲线 好 最后呢 就是这样子的马甲裙 也是不失我们的专业感的 小兰你看我刚才给你展示的这么多的 无论是上衣还是我们的半裙 或者是我们的连衣裙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呢 衣服的选择度啊还是比较多的 那除了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一些衣服款式以外 西装也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西装款式的时候呢 就可以是那种H型的 对比较宽的 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腰部有一点点小设计 往里收一点点 但是在尾巴的地方呢 要保有一定的长度 那同时或者是带有一点小阔型的西装款式 都是非常适合的 那同时我们的颜色上面的选择 也不一定是重规重矩的黑色 可以选择低饱和度的像是蓝色呀 大地色啊 这样的颜色呢 可以给人一种沉稳 锐志 高级的感觉 除了素色的西装以外 其实我们在西装的花纹上 也可以增加一些小设计 还有小点缀 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竖条纹 以及我们的格子纹呢 都可以增加咱们的一个严谨感和调理感 那同时这样子的一个条纹感的设计呢 比较建议大家是选择素条纹的 这样可以视觉显瘦 如果是横条纹的话呢 就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宽度了 那我们说完衣服的搭配以后呢 我们再来说说鞋子 像是我们的肩头还有方头呢 更适合用于我们的职场 那我们的源头的话呢 更适合我们日常生活跟休闲 那在今天我们的学习当中 职场其实不仅限于我们基础款的白衬衫 还有我们的黑袭裤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选择 那接下来呢 就根据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内容 蓝蓝自己来挑一套 然后作为我们的职场变装好不好 好 好 我挑战一下 好 期待 好 好